大家好 天哥 那個我的好鄰居 廖阿輝 先訂閱一下他的頻道 這可以拍 這可以播嗎 他對我很好 透過我的關係 在香港搬我先買到的 iPad第十代 iPad第十代 他其實這次有非常多的顏色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給我 選這個色 我覺得應該是他知道你喜歡這個顏色 他覺得這個顏色很適合你 所以他才幫你挑這個顏色 OK好 那我跟你講大家 訂閱一下電話輝 他真的是靠關係幫我從香港買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還不確定上市時間 目前只有公佈價格而已 那我們還是要來開箱一下 因為很多人在敲碗 我們來看看他到底使用起來好不好用 然後這個價格到底可不可以 看之前 大家訂閱朋友 想要打開 那我們就先從顏色講起來 他這次的顏色其實有像這個的粉色 又有黃色有藍色 然後還有他的基本色 但是我覺得比較跳的 當然就是黃色跟粉紅色 一樣 他這包裝都是一樣的 有沒有 都是紫的 撕開他 他這次幫我選的是Wi-Fi版 然後他的是容量是64GB 你知道選64GB有什麼好處嗎 因為他這次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他有換成了Type-C對不對 那換Type-C的好處是什麼 你容量不用買太高 你就買那種外接的SSD 外接SSD呢 你把一些資料都放在外接SSD裡面 SSD可以買到2TB啊 是不是就很好用 其實現在SD都蠻便宜的 都很便宜對不對 一些特定的活動節性打折的時候 哇更便宜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他這個都是紙 他這個粉很不一樣耶 蘋果貼紙 他是C to C的線 在這裡 編織的C to C的線 因為這是什麼 香港版 所以他就附了一個香港版的插頭在這邊 那我就不濕了 我們來看一下本體 看本體的時候 我要把Tim嫂Cue來 Tim嫂是粉紅色的愛好幾個 我來了 試試看 好可愛喔 iPad第十代由你來吃 這個粉你喜歡嗎 這是王思佳粉耶 好美的耶 這支影片如果超過10萬以上 我們就Cue王思佳好不好 然後就送他 你就直接送 我就拍你直接送我們遞給他是不是 好 我覺得他這次顏色調的 他的黃色聽說也很好看 他會是不是選對了 他懂你耶 他懂你沒有要什麼 iPad第十代的唯二亮點 就是這樣的 一個是Type-C 另外一個是這個顏色 直接看到這邊就可以直接卡掉了 如果大家不想看後面的話 喂 帶大家看一下他整個外觀 然後還有我們等一下今天會實測 就是有人說 iPad 第十代他換了Type-C以後 你當速 傳輸速度效能要夠快對不對 但是他們說 其他速度就跟iPad 9的速度一模一樣 很慢 所以我們今天這點 一定要來實測給大家看 我看了他一下以後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些的設計 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他不是走光顏色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 我們先背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鏡頭 他的鏡頭是一千兩百萬畫素 但是他這次鏡頭有凸出來了 跟iPad Air 4一樣凸出來 因為iPad第九代是平面平整的 而且邊邊是圓紅組 對 然後他這次他的這個 你看這個有沒有窄邊框的這種設計 其實就跟iPad mini 跟iPad Air系列是一樣的 所以你們看我把iPad Air 4拿出來 等一下來跟他比一下 那再來就是 第二個地方是 你也知道iPad第九代還是有Touch ID 但是他的第十代 就是把電源鍵結合指紋解鎖 然後一樣就是在頂部的這裡 而且他也是已經沒有了 那個3.5的耳機孔 那另外的部分 他有一個點 其實是跟iPad Air 4他們比較不一樣 是他這一次 前鏡頭的地方 他是一千兩百萬畫素的橫向相機 最多可以到一百二十度 支援人像局中 在哪裡 在這裡 那為什麼設在這裡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有副掛鍵盤的話 是橫的 視訊橫的時候 鏡頭在中間 你或者是你手拿的手持的時候 你鏡頭在這裡你就幹嘛 不會擋到 橫視拿起來看的時候 視訊會議其實 對 或者是你要手持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適中的方法 那另外啊 我剛剛已經講完就是說 他背後的鏡頭是一千萬畫素 所以他一樣可以拍四顆影片 相機呢 一千兩百萬畫素 他至少拍起來 就是高解釋度的照片 240fps的慢動作錄影 後鏡頭都可以搞定 那你前鏡頭的部分 其實一樣他也有人物居中 雙麥克風的設計 知道這是有什麼好處嗎 我們今天在視訊通話的時候 然後呢 講話聲音可以有降噪處理 立體聲的量身器 所以在左右邊 聲音有沒有 左右邊 會從這邊來發出 他是第一代的Apple Pencil 那第一代Apple Pencil 是Lightning的充電 可是問題第十代是Type C 那我剛剛就把我的第一代的筆拿出來 我想說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我第一代的筆 等一下呢 我們再要請我們的那個平面 來試一下觸感 可是我現在第一件事情是 那我現在要怎麼充 提供兩種解決方法 一 購買時可加購轉接頭 二 新包裝的筆友副轉接頭 男朋友忘記幫Chem加購轉接器了 你現在連配對都不能配對 所以我說我現在卡關啊 連目片卡住耶 各位先停了 我決定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你有辦法解決嗎 我有辦法解決的 廣告回來你就從香港飛回來是不是 好 我先進廣告 沒錯 買新iPad一定要保護它 JT Legend的保護套推薦給你 它這一次一共有兩個系列 那這個系列它有兩個不同版本 那差在哪裡呢 等一下一個說 不過他們共通點 第一個就是它有一個專利的鏡頭的快取截角 這什麼意思呢 今天有時候你在用iPad的時候 你可能把保護套往後折 那你折的時候 如果你要拍照怎麼辦 你還要再折回來 很麻煩對不對 不用 專利的快取截角 就這樣你就可以做拍照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 有多重角度的折疊的設計 寫範你的雙手 直的可以有兩種 那橫的有四種 你想要哪一種白髮 其實都是OK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用拿著平板這樣 哇 好像手很痠一樣的 再來呢 包氣纖維的材質的內襯 那這內襯可以怎麼樣 有效保護你的機身 防止刮傷 連毛的滾輪有沒有 你就可以把灰塵然後去清乾淨的 那再來這兩個版本 有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呢 它是一個PC的透明貝殼 它有一個磁扣 對 有一個磁扣 那另外呢這個版本 它後面其實是TPU的貝殼 這邊呢有一個筆槽 你可以把你的Apple Pencil插在這上面 所以這兩個呢 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我自己覺得說 兩個版本呢 你還看你自己喜歡的搭配 這個殼呢 JT Legend也有出在其他iPad型號上 像iPad Air 5是搭配Apple Pencil第二代 所以你用磁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iPad第十代呢 筆呢沒有辦法持續在iPad側邊 有用Apple Pencil的人呢 可以考慮用筆槽款 會比較好收納 最後呢 就有一個防潑水 咖啡茶不行 打翻的話呢 很容易清潔 這一次出一個新色 奶茶灰 我很喜歡 但是呢 他們其實今年有一個人氣色 是這個 叫冰川藍 它是之前在iPad Air 5 他們那時候推的這個新色 所以這個新色呢其實 賣相也非常的好 好 更多顏色你自己選 老闆你香港回來了是不是 我跟你講 怎樣 我那妹妹保護套還不錯吧 好啦 那我們最後呢就是 它處理器是A14 仿生經典 A14你要做專案 簡單的剪輯 玩遊戲都沒問題 然後呢 它裡面是WiFi 6 WiFi 6跟上一代的iPad第九代 它是快了30% 那講這麼多呢 我們來把它開機吧 好 你看喔 來 人物居中 有沒有 我們在視訊的時候 好 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回來呢 它在拍照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是後鏡頭 前鏡頭的部分 而且你看喔 它也可以超廣 欸 導演你都進來了 所以基本的 你看它這邊的視訊鏡頭 其實我覺得其實是 這個設計其實是蠻不錯的 好 我現在來 我們來計算一下時間 然後呢 來 我要公平一下 我先拷貝它 拷貝一個項目對不對 放到我的iPad 放來這邊 開始 按下去 貼上 好 它現在正在儲存了 這檔案一共是5G的大小 我們看它要多久時間 我的iPad 5 我等一下一樣把5G複製過去 然後我們把秒數同時 放在這個影片的另外一邊 好 存過來了 好了 這是iPad 5 貼上 完了 完蛋了 好 存完了 我不要騙大家都在這裡了 答案 答案是一樣的 好 以上 你們看完我開箱跟相關一些實測 你們覺得可不可以買 適不適合買 有沒有打中你的地方 歡迎在下面留言 下次見 拜拜